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陆新闻 分析 魏凤和确实出事 新春慰问名单独缺他 中共政局诡异 除了三中全会迟迟未开 一些高官落马的消息传出后 是否属实也全靠猜 今天按惯例发布的 中共高层所谓的看望老同志名单 据传卷入火箭军窝案的 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并不在名单上 分析认为 这已坐实魏凤和落马 在官方公布的 或中共党魁习近平等中共高层 看望的退休干部名单上 两任前国防部长梁光烈和长万全都在 唯独不见 在他们之后担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 去年魏凤和已缺席中共十一招待会 今年1月29日 中共军委慰问老军头的新年文艺演出 在北京举行 魏凤和也未出现在央视的镜头中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认为 这次缺席习近平过年看望名单后 已坐实魏凤和出事 魏凤和生于1954年 山东人曾长期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 2012年11月23日 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 晋升了第一个上将 就是时任第二炮兵司令员的魏凤和 2015年习近平将第二炮兵部队改组为中共第四军种火箭军 2015年底原二炮司令魏凤和成为中共首任火箭军司令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 魏凤和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2018年3月的中共两会 魏凤和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 魏凤和卸任中央军委委员 2023年3月卸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之后 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人出事传闻四起 魏凤和被指也受到牵连 2023年8月31日 中共国防部首次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下落仪式做出回应 发言人吴谦称要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 反腐败斗争 永远在路上 外界认为这或间接坐实了魏凤和出事的传闻 到目前 或官方证实出事的中共将领有一大批 其中多人属于火箭军 包括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 及前火箭军司令员周亚宁上将 火箭军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 和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洪少将 他们被罢免或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另外中共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军 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2023年12月14日 亚洲哨宾引用加拿大智库 Circius Group分析师的话表示 在火箭部队大范围内调查中 他们追踪到大约70人被带走 而考量到火箭军在采购后勤等方面出现腐败问题 想厘清火箭军这波整肃的结果还为时过早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同一家报道 焦音钢琴家用台语喊台湾加油 这位台女是谁 英国钢琴家布兰登 凯瓦那在伦敦火车站直播即兴钢琴弹奏 遭中共小粉红无理取闹 杠上小粉红的她日前在出乳共大招 直播中除了秀出中华民国国旗 还请一名台湾女子教她用台语说台湾加油 7日 该名女子的真实身份或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证实 现在在油管上拥有247万粉丝的K博士 1月19日在伦敦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车站 直播即兴钢琴表演时 镜头中突然闯进几名手持五星旗的中共小粉红 要求她停止拍摄 而她则告诉小粉红这里不是共产中国 整个冲突过程瞬间直播出去 事件引发全球关注后 杠上小粉红的K博士带着小熊维尼玩偶重回现场 钢琴上贴着8964贴纸 不断响出辱共心招的K博士 2月5日在公共钢琴旁高举中华民国台湾国旗 还一度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披在自己的身上 铺放在钢琴上 其YouTube视频显示 现场一位自称是前退伍军人的人士 也站在钢琴前 用风笛演奏欢乐颂等曲目 卡瓦娜跟着合奏 视频下方 不少网民用英文留言表示支持台湾 并感谢卡瓦娜力挺台湾 随后 K博士又上传一段影片 内容为一名女子指导她用台语说台湾加油 正当网友好奇这名台湾女子的身份时 台湾民进党林俊宪 7日下午在脸书发文证实 画面中的女子是她的前助理 林俊宪透露 前阵子网络热议中共大外宣王治安事件时 同一时间 英国正发生小粉红大闹钢琴师事件 当时这位助理就跟她分享 事件在英国舆论延烧的程度超乎想象 对此林俊宪笑说 那是因为他们离中国太远 我们台湾人已经很习惯小粉红的无理取闹 对英国人来说却是震撼教育 连任立法委员的林俊宪还透露 该助理当时说正在思考要做些什么 没想到最后决定以这种最可爱的形式 清楚地让英国人知道两岸的不同 林俊宪还说 当初该助理要去英国留学 大家都很舍不得 现在看来 他真的是去对了地方 也让他想起以前留学美国时 在台湾同乡会 力战中国学生的时光 他直呼 台湾的知名度 就是靠着一代代可爱又勇敢的 一厢游子逐渐闯出来的 许多网友留言 大赞优秀的助理 太厉害了 真正的台湾女儿 我们台湾女儿真是太棒了 天佑台湾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